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日前放應為抑制通脹,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高位。 聯儲局有可能加息至五里,回到2006年中水平,但形屬低息。 明尼亞波利斯聯儲銀行行長卡澤·卡利表示,鮑威爾發表講話之後, 你猜錯!反映市場正在消化當局壓制高通脹的強硬立場。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對付高通脹得道教訓。 聯儲局明白,不應過早以為通脹受控,從而放寬銀根。 摩根資產管理常務董事,亞太區首席市場策略斯許長泰指出, 聯儲局需要使用更多措施來抑制物價上揚。即使會導致一段時期的增長放緩。 市場此前預期政策利率,將在明年初達到3.75%至4%封值。 目前來看,或提早今年底前實現。 6.9月加息0.75%封值,11月加息0.5%封值,及12月加息0.25%封值。 資產管理公司普萊市經濟學家Bernie Ursa認為,鮑威爾說話, 重申了聯儲局努力穩定價格的承諾,打擊通脹是首要任務,也是經濟復甦基石。 聯儲局將專注於降低通脹,並通過長期提高利率去實現目標。 鮑威爾沒有公布9月份新利率,或終端利率指引。市場認為其息出鷹派信息。 如果公開市場委員會,9月份加息0.75%封,或0.5%封,按歷史標準衡量都屬強硬鷹派手段。 自5月份以來的加息步伐甚為糾竅。 終端利率,將在高水平維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。 Bernie Ursa展望經濟時稱,終端利率,或於今年底達到3.75%至4%。 如果基礎通脹水平特別是服務業。對加息操作沒有明顯反應。 又或是勞動力市場勢頭未現顯著放慢。明年終端利率,或有再次上升的風險。 鮑威爾態度強硬,短期內激進加息已無法迴避。 不者認為,投資住屋等物業是長期投資。長達二、三十年。經歷高息低息週期是肯定的。業主應有心理準備。 假設聯邦基金利率加至5厘。指示去到2006年5月的加息週期。距離80年代的21厘還非常遙遠。 現時美國經濟正在放緩。明年加息應不會太多。 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旭倫表示。他非常擔心聯儲局政策,將導致經濟衰退。當局加息行動,將會觸發大量僱員失業。 通脹市供應鏈、疫情及俄烏衝突所造成。鮑威爾未有解決這些問題。 連鱑威爾未有解決這些問題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